响应环保、草屯、新丰社区 特别添购了不锈钢的便当盒 志工们更特别制作了80个环保餐带 要送给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们 除了鼓励大家减少一致性餐具的使用 也让长辈们能够携带方便 吃到营养美味的餐点 长辈们排队装着饭菜 配合防疫新生活运动 市区关怀据点 公餐不共产 因此每位长辈都会在参加活动之后 打包饭菜进行返家用餐 理事长相当贴心 为了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以及浪费 特别添购了不锈钢便当盒 用意在于提娘的过程中 避免饭菜因为餐盒 勾槽深度不足 导致饭菜混淆在一起 社区关怀据点长辈共餐 为了让长辈更方便 我们可以来输用我们的午餐 社区和部队 大家就有想办法 可以来买一个更方便 我们可以反保利用 我们可以说 这办法 就是不能用一次性的餐具 还有今次前行 在疫情關係的時候 大家就都 我們的共產就走一走 飯一走一走回家 那你這些菜 如果用一個碗 都跟各地做會 會感覺說比較不好吃 飯、菜都人做會 所以我們社區 我們就來想辦法 來做我們這個不鏽鋼 多次利用 那種用幾個年 都沒問題 我們也要做 這個便當河 因為之前 還有我們存到這個 一個爆料 有便當河 就要想辦法 有這個提帶 讓我們的長輩 可以更方便 來做 來可以掛這個便當河 掛便當回家 我們的社區 會做這個便當河 提帶 讓長輩的 使用 長輩的時間 很方便 還有我們可以用便當河 提帶彩繪 可以增進我們的長輩 用腦 讓他們動腦動手 可以更好 可以身體更健康 添購了新便當河 還需要便當袋 利用多餘的布料 是局志工們 特別動手製作便當袋 供長輩們使用 讓未來更多的共餐服務 減少資源浪費 長輩們打包午餐 也更加便利 總共社區 社區的人來 差不多65咖 理事長賣80咖 要本來 大家吃飯 舒適舒適 因為 我們平常吃飯 都是一碗 挑不挑不挑不 菜單就不好吃 理事長去賣一個褲子 要讓老人家吃得更舒服 現在做好料 有些老人家像說 太難看 理事長說 不想來採繪 來採繪做做 這樣讓他DIY 自己的產品 自己碰到他們 才說 我們在社區來這裡 學棠學生也不錯 自己冷的便當 自己做得很舒服 長輩們對於社區的用心 都深表感謝 為了響應環保愛滴球 全民啟用不鏽鋼餐盒 提升用餐質感 也讓大家吃得美味 吃得安心 另外理事長表示 未來將讓長輩 在袋子上自行採繪創作 讓餐袋不再只是餐袋 是自己手作的創意之作 記者 鄭英知 早聽證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